妈妈 干妈 还有婆婆 今天一起来看我的初舞台作品 心情怎么样 我们开始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都市红绿灯 我是本台记者小张 我现在呢 是在路加嘴街道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有一辆车 撞到了马路中间的围栏上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眼什么情况 这位先生您好 现在什么情况 梁梁梁 忙着呢 忙着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事故的经过吗 没过分给你讲故事 撞车了 忙着呢 好的 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呢 目前是非常的繁忙 但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凡事与 对 您这是干嘛呢 我们在录节目 录节目 对 都市红绿灯 我是主持人 我姓张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这起事故造成了后方非常严重 周记者 您好啊 上镜头啊 上镜头啊 我姓张 哎呦 非常喜欢您 经常看你们这个都市 灯 呃 都市红绿灯 都是红绿灯嘛 都是 呃 也不都是 不 你是刚才跟我说话那个人吗 哎 我一直一来 都是这样一个 谦逊有理 温温尔雅 活泼可爱的 阳光大男孩啊 呃 先生 其实如果你说话的时候 能看着人就更有礼貌了 我要看镜头 好 我也真是自取其辱啊 这个先生介绍一下怎么称呼 叫我 Reckless 呃 镜头前我们就不说英文了好吗 霍尔雅 通过这位先生的描述啊 我们发现打工族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打工族真的不容易 是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公司的制度 定得这么死 你定的制度 啊 你是人事是吧 我是老板 不干人事 这个啊 这样啊 先生 我问一下 你刚才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是超速了吗 超速 对 就是速度太快 说到超速 我得认 那在责任的划分上 我走得确实比同龄人快了些 腰下我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 五岁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八岁便和朗朗同台演奏野方飞舞 十岁的时候便在 借着哥德巴赫才想同时还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李先生啊我换个问法好吗 你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 疲劳 就是累 从小被同龄人追逐着真的好累啊 九岁 全额奖学金留学英国 十一岁便可以打水漂横穿英吉利海峡 说到打水漂 赵记者 您会打水漂吗 我去年买了点股票 反正也都打水漂 好不提这个了不提了啊 这个这样这样先生 我说的不是你小时候累不累 我是想问你现在累不累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确实有些累 刚刚在健身房练了三个小时 我的身体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您的毛病一点都不在身体上啊 李先生 你刚才这一系列胡言乱语的行为 会让我怀疑你有酒驾的嫌疑 酒驾 还是被你给看出来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要通知情报 生活这杯酒 谁喝谁不醉呢 最辛苦 最辛苦 哈哈哈 好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啊 相信您已经发现 我和身边的这位先生 产生了严重的交流障碍 下面让我们的镜头 巧妙的避开李先生 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眼事故现场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避开这位 这里呢发生了碰撞 然后车灯的碎片呢散落的满地都是 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 哈哈哈 别你让一下我拍一下车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您拍您拍 这个栏杆呢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但是整个车呢除了车灯之 别别别让一下让一下 好您拍您拍 而且通过车头的方向 我们可以判断 它是由你要干什么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您是问 这是什么车吧 我没问 最新款的跑车而已 顶篷可以自动升降 这样我九头身的身材坐在里面 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呀 什么 你问我具体身高是多少 问得好 谁的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一米八七还不聊了 你不知道啊 这样 这样 李先生啊 我们不说车了 我们就说你驾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非得说价格的话呢 我说驾车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了 有人说不便宜 我说不说了 还有人说性价比不高 但我心想一辆车而已 带步吗 哦 我是真想报警逮捕你 他们还有人劝我说要分期付款 您猜我是怎么做的 全款呗 我替你说了 我也很想全款买啊 但是一刷卡发现 哎哟 还有这么多积分呢 你先积点得吧 行吗 我也是真不想开这辆车出来 太高调了 但是毕竟今天 弗拉雷现行啊 哎哟 法律还能限制住您呢 哎 赵记者 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弗拉雷呢 我要有法律 我就把你收了 四遍了 我姓张 腕皮 这样来 我们呢不说车了好吧 如果非得说车的话呢 我说不说车了 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习惯左舵驾驶 毕竟 刚回国不久啊 哦 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 我们的节目进行了五分钟 李先生说出了第一句人话 他说他不习惯左舵驾驶 所以您之前是在国外又舵对吗 没错 之前呢 在国外我比较擅长 又舵开车 包括我的德语和法语的小语种交流 导致我的销售可能没有听得很难啊 就你这种沟通方式一般很难有人听明白啊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并没有做几个动作 但是整个人非常的喘啊 请问李先生你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什么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 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关机 你这节目有人看吗平常 平常不好说 今天这期肯定是炸了 等着上热搜吧你啊 真的正常了 这个播出之前呢 需要你确认签字一下来 不是 我就撞了一下马路牙子 怎么马路牙开机的时候你又有礼貌 我马上我先都知见了我太爱签字了 不用写吐签 你也不用祝我天天快乐 五遍了我姓招 行吧就这吧来 然后给我个地址确认好了我还得寄给你 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套 哪一套 哪一套 我就知道 国内如果只受上海的话呢 我在金安区有三套老洋房 但是像今天这样加班酒楼 我也会在我汤城一品的高级公寓里面 对付一宿 你就留那个汤城一品的地址好吗 给我省点快递费行吗 来 当然可以 汤城一品 十八号楼 十八号楼 一单元 一单元 几零几 整 整个一单元 一单元 一单元 都是我一单元 一单元哪 你是真有钱呀你呀 不要提钱 钱财都是身外职物 对了脑子才是自己的 不要想我当年白手起家创业 为的 可都是我的音乐梦想 音乐梦想 不你到底是干嘛的你呀 我怎么这么好 哎 要滚不死 要滚你就赶紧滚 那那我以后 就只能靠石油和房地产公司活着了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好看吗 好看 太短了 没想到小庄还是蛮有那个蛮有钱呢 蛮有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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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希望在里面 那既然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 要不再看一眼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人是一个小贵 我一个人是一个小贵 他找两个助演 你一个人是一个小贵 所以说 你一个人是一个小贵 单飞了 什么意思 是你的轮身哥哥 是的 他跟别人演 对 对 他跟别人演 二斤之女 这次不理解了 我们可以走个快速里面 等了 你都想过 让我先搞清楚事实 事实很清楚啊 小王猝死你都为老板你得赔偿我 赔偿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 才是小王 我 悬疑是这个人 我 王海 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 二十五岁加入OpenAI 二十八岁研发了Chain GPT的竞品 但从去年开始 我发现你性情大变 当时我就猜测 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 小王一号替你打工 而你 潇洒去了 我没有 你没有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 这是一个惨的 不过问题啊 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 这拆下来还能用 尤其是这轻口啊 这轻口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听听啊 别 别别别别 你看你听着 我手机刚刚在这儿 我接一起 被你看出来了 好吧 我耳心要保养 所以我们两个会宝宝 这个男人叫小帅 我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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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级东西 主要是为营养的景色 没想到 手刷这种乱马齐兜的短视频 这个小老婆 有品味 有喜好 不是音乐上的品味 不行吧 公司是苹果 正好啊 现在有新证课 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品一品 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我刚才没明白啥意思 我就是一个活脱脱少变的新能源人 他这么说 我不仅能变成人 我还能变成 法海人 老公 老公 特别怼 你看啊 上海人 怎么样 看你一样 看你一样 哎呀哎呀 你没有跟他一句 我 他不是 从今天开始 你 就是小汪 我就是小汪了 当然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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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实验 关闭小汪一号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一个AI资本家 拥有一个AI员工之后 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 很抱歉 李总 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等会儿 什么都这样 还有一个镜头 都上空间了 都不懂了 老板怎么了 怎么指尖脱罗都掉了 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 走吧小汪一号 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等一下 我看着他 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 然后给他打工 我才是小汪 再见 你是小汪的 我是谁呀 小汪一号 你爱谁谁 你爱谁谁 你爱我都的话 那小汪就摔坏了 那不重 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 几个月之后 我收到了他的信 他去了远方 看到了大海 还和小爱同学分相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做个人吧 我又不敢想 你就是你养的肺 我又不敢想 但是你传的包不是我传的 两个是哪个包包 那个 不以物体不以体背 那个包是你传的 这是范公烟也算是 你不就是为了这两句话说 传这个作品吗 为了这点醋 投了他们讲了嘛 那你那个小汪跟小汪一号 为啥不找我俩演的 咋的 我俩不演 然后过来陪你看你和另外两个人演的reaction 所以我俩是被你创造成的人工智能 在这陪你看 我俩负面包裹 这么说 其实三狗只有一狗 只要一飞 别怪两个是机械狗 对 三狗只有一个是人 你们想想哪个是 那那个三狗文言文什么意思啊 那一句算是 碳基人类宁有种呼 无可取而代之 对啥意思 碳基人类 这没啥好解释的吧 宁有种呼 宁有种呼 这也没啥好解释的吧 当然好 无可取而代之 这没啥好解释的吧 对你 啥意思啊 不是 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 你不是很自信 因为这个就不是你 能说出来的词 你知道吗 不狗血是不是 我觉得也有狗血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反正比我们三狗家一块是强点 就是三狗单独拿出去一个 都能整这喉咙不严 不在一块就没有种 三人拿出来一个就是呼 我大概点评一下吧 毕竟是李肺丹菲的第一个作品 首先谈一下 这个作品的喜剧结构 它就是挺符合的 结构喜剧的 三狗单独 н 三狗单独 从此之说 天呈也见不如 这个作品的核心内容呢 就是有很多 以内容为核心的 就跟整个作品的思想的 中心思想 就是以思想为中心 你能做斗食心 下一季你快做 我和你做主持人 你真屈才 太屈才了 你快上了 我怎么会忘刚讲的